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6月28号,Blackpink Lisa发表了新曲Rockstar 这次回归是Lisa在成立个人厂牌Loud Company后的首次回归 也是离开YG娱乐后,正在进行个人活动的Blackpink成员中 最先发表个人单曲的成员 令粉丝们、网友们都非常期待 所以接着我们来看一下Lisa新曲Rockstar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虽然不是我的风格,但我觉得Lisa还是继续单飞比较好 她一个人也很有魅力 这首歌非常洗脑,而且很好听 才两个小时点赞就超过100万了 看来目标完全是全球市场 感觉完全没有Kpop的元素 但是这个MB和歌曲完全抹杀了Lisa个人所拥有的才华和能力 Lisa是很帅,但对我个人来说这次的歌曲不是我的菜 哇,这首歌比想象中还要好 融合了Kpop的元素和泰国风情 Lisa比我想象中更有才华 Lisa实力是很好 但作为喜欢Blackpink时期Lisa的我来说 这种完全改变的形象不是我喜欢的风格 感到有些遗憾 不过我觉得尝试一些在团体活动时没做过的事情也不错 看来Teddy真的是很了不起 Lisa的实力太可惜了 歌曲和MV都太俗气了 这次不是针对韩国市场发的 所以可能会有不同的喜好 但我很喜欢 我第一次知道Lisa能发出这样的声音 在YG里她的声音总是有些尖锐 总是同一个音调 但在个人单曲中 她的声音变得完全不一样 让我非常惊讶 完全是Lisa的风格 感觉很适合她 MV也不是以往那种感觉 真的很棒 而且她还亲自参与了作词作曲 真的很了不起 就像一位网友说的一样 可能歌曲不是针对韩国市场 在韩国喜欢和不喜欢的反应 非常极端 所以对于Lisa的兴趣Rockstar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要加一点舒华的人品 引起热议的理由 舒华暗民人正在拍摄自驾游踪影 问题情况发生在舒华驾驶的过程中 在一条单车道上 一辆车试图逆行并与舒华的车相运 该车急忙避开舒华的车并返回原车道 由于该车前面有一辆大卡车 如果舒华的车稍微开得快一点 可能会发生重大事故 一般来说 在开车的时候能看到那个人的真实性格 很多平时非常温柔的人 只要抓住方向盘就会变得 但是舒华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前面有一辆大卡车 还是一个小弯道 完全看不到前方 居然这样超车 希望能吊销他的驾照 这种情况竟然没有说实吧 舒华人品看来很好啊 真的如果舒华早开3到4秒 不就正面装上了吗 那不就是一只疯狗吗 哇就算这道摄影机在拍摄 我可能也会不知不觉地骂出来 他真的很冷静 这情况就算是骂了很下流的脏话 应该也没有人会说什么 简直是疯了 舒华这种冲突应该是很上火了 他生气的时候总是这样忍着表情 反而是敏杨看起来很平静 没想到舒华的人品竟然这么好 开车的人应该知道 在这种情况能这么镇定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大家在开车的时候 发生了这种情况 大家会是什么反应呢 啊 啊 vaccine 加入 加拿杉ции 席 努力 饕民 收入 早過 一 possibl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